3、56,800,000 我怕現在時間還缺的 那邊 想看你的 大家提起在2012年 諾貝爾文學獎得幾個莫言 他在得獎過後呢 他跟那個貝典媒體做訪問的時候說的這個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反映所有的檢查 貝典媒體提問的是如果看待新聞檢查 他那時候有的檢查被摸摸 大家應該會練好小米才出來 所以就以大家可能聽三位嘉賓對這一席話 有什麼感想 對我最震撼就是 諾貝爾文學獎 你說莫言 莫言 他所說的 嗯 過後他就一直都累了 很多人都知道 我覺得 拿出來來講 從這三級的事情 這個很快讓我想到一個網絡段子 就是 在香港法律說 法律沒有說不可以的就可以 在新加坡法律說可以的才可以 在中國法律說可以的也不可以 在台灣法律說不可以的其實也可以 大概是這樣 我其實是對於這個 什麼叫事實真相 有一些想法 所謂事實真相 到底是誰的事實 誰的真相 我覺得我們常常打著這個字叫truth 但是truth這個東西 所以真相真實 到底是一個真實 還是多種真實 我想我們人國的時候 我們的人在一個社會裡頭 或在一個國家裡 我們各自的人 其實都在我們自己的空間裡頭 創造一個世界 一個宇宙 而在我們的宇宙裡頭 我們看到一些事情 而我們就在這個宇宙裡頭 做不掉做的東西 跟完成了要完成的一些任意 所以當他全部這些不同的人 裡面出現的宇宙的時候 大家共存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說明 這個世界真的需要一個真實性 一個正義 我想 我們常常希望有一個簡單的真理 來讓我們可以去處理很難的問題 但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常常遇到更多的問題 我想 多元的一個東西 我一直想 這所謂的 有些所謂的事實的真相是誰啊 大多數的 這個事實的真相 還是少數的真相 我個人是常覺得 一個社會可能是有少數人建構 如果把全部人當成少數人的話 那可能會壓好 所以說是minorities 但是我不可能 當然也就變成 他當然會有更多的糾紛 就回到我剛才我就在想 藝術創作 我覺得 我可能我剛才提到的說說 我在想 我做一個產品 比如說我發明一個iPhone 然後人家在看這個iPhone的時候 人家大多數也是把它當成一個 通訊工具來看 它就是講的一個東西 甚至在一些商業產品的時候 它是一個簡單的商業產品 我常發現 藝術是個很怪的東西 你在用藝術的準則去做一個創作的時候 你發現當你把它擺在檯面上的時候 大家開始用不同的準則來去看它 你可能是從一個道德的準則說 這個醜品到底 道德不道德 你從一個經濟的角度來說 它賣不買錢 你從一個政治的角度 你會說 它是否是有涉及任何一個政治人 有任何一個政治人 和諧也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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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很奇怪的就是 常常藝術作品 就被經歷這樣的一種洗禮 好聽的話 你叫思維他 反正就是一種 一種 強姦 我覺得那是個洗禮 我覺得那是個洗禮 因為在這個洗禮過程 因為這個藝術作品 它讓我們講 去掛掘不是一個真相 而是多種真相 這不是任何一個法題 不是任何一個 一種精神價值 一種精神領袖 或政治領袖 能夠判定的一種東西 常常我就覺得 那藝術作品 很多時候 就超越了這些名義 奇怪的 剛剛放在這裡 它永遠是挑戰著 我們的思考 我們的情感 我們的那種 甚至我們的精神世界 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所以如果我在這樣看那個東西的話 我想莫言他自己給面對 就是他裡面的作品 到底講的是一個真實 還是多種真實 我覺得呢 這一段話要放在一個 壽二輩子上面去看 就是 他要這樣講 他要想到了那個 1984年的方法 就是所謂真實 就是 水是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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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裡的人 就是當你的 比較寫而易見的東西 都會扭曲的時候 那我們兩個 他要堅持的 這樣實施 是一個這樣子的城市 所以 他是有一個 不同的 人生的 那我覺得他 這個的問題是他 已經承認了那個 權力的權威性 就是 就是他 已經是 國家權力的一個 一個 就是 那他們應該檢查 他們應該是 他已經在這個權力前提一下 我 換一個角度 算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幾天在做死亡 進行演出 然後演完之後就會有那個 會後交流 那 這個其實之前我記得在馬來西亞 還是在之前演出也有類似 類似馬來西亞比較多 都一樣的東西就是說 觀眾在演出完之後都會想要知道創作者本身有什麼答案 有什麼方法 甚至是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甚至回到這個東西 我自己的一個聯想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所謂的創作者或者是藝術創作者本身就抱持著一個比較浪漫的想法 所以浪漫的想法就是說 好像做藝術創作都有一種光環 真實上是勇敢的 他是 無懼的 但其實 回到來我覺得 身為一個創作者我覺得 以示人 坦白講 就是因為這時候我們會很脆弱 我們會有害怕的時候 我們會有退休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絕對很正常 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是會很過度的撫移 以至於我們會期待他們有更多 當然我不否認 當你有一定的影響力的時候 你勢必要背負一定的社會責任 這也沒錯的 但是我覺得回到創作者自己去反省自己的時候 我自己反而是想 那個所謂的光環是怎麼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回到所謂這個審查嘛 我們今天談的東西 然後 我剛才講人的脆弱是因為我想到一件很小時候的事情 那這個小時候的事情是接著到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這就是馬來西亞對新加坡的想像 那我不想 那是我很小時候 很小時候大概這麼小了 那就是這麼小的時候 就跟爸爸那麼來 新加坡 然後我記得 我的印象現在喚醒了 來之前 因為馬來西亞大家可以想像嘛 就是有時候熱搜會 就是啊這樣 就是這次這樣 這有時候會比較隨意啦 那我記得我來之前 就被告禁 告禁什麼 就是說 垃圾千萬不能丟 即使一張衛生紙 也不可以隨便丟在路上 也不可以罰款 那因為還那麼小嘛 對不對 然後就一直聽嘛 然後就裡頭就會建立了一個東西 一個想像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還坐小舊車 我小舊是在新加坡 然後我記得我們就坐在車啦 然後就很開心啦 反而不會晚 然後就是那個我忘了知道什麼車 後面就是可以開棚的 就是那種 就是很開心 就是小朋友嘛 然後就不曉得怎麼樣 然後就一個垃圾袋 紅色的垃圾袋 我還記得 就這樣子飄了出去 哈哈 就在街道 然後就會開走 我就一直盯著那個 紅色垃圾袋 然後突然間整個人恐懼 我突然間整個人害怕起來 我說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回到家 我還一直想著那個 紅色垃圾袋 我想說糟糕了 我會被抓 我會被罰款 這是這些東西 那是蠻小的時候的一個記憶 然後剛才講講 我突然回來 因為剛才講到 因為聽他講那個審查的時候 我就這個小時候記憶就回來 那這個回來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對我來講就是 當然也可以說 某部分 不是全部啦 就是說 馬來西亞的部分的一些 可能我的叔叔阿姨們 他們對新加坡的一種想像 那再來 新加坡可能在我們的一個印象中裡頭 會覺得說很多事情都會 管得滿嚴 規矩滿嚴 所以他絕對意識不苟 相反是跟馬來西亞是做一個反查 那以至於說 這個審查其實對我來講 它到底換出了什麼樣的一種想像 而這個想像 它這裡頭 呃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有很多這種類似 這種所謂的脆弱的這種的時刻 造成了我以後想要做創作 因為我覺得做創作 有時候就是回到怎麼去了解 對我來講 更重要其實不是了解所謂的 自圖一些框框條條的東西 反而是回到人 因為創作很多時候 是讓我有機會可以去靠近人 去更了解為什麼人會這麼脆弱 在這個時候 很多時候 呃 站出來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有時候 你在那個過程裡頭 你選擇的時候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現在 社會 過於的 過度的 怎麼講啊 政治正確吧 以至於說會忽略了 看另外一面這樣的人性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 從今天的客廳 我馬上都離開了政治審查 但是 因為從你們剛才提到的 我覺得那個審查的那個定義 其實 我覺得都一樣的 就是比較廣 就是回到一個 人的內在的一個這一塊 而這個審查 其實相對來講 它有一個也串連 就是我們對想像 我們對事情的想像是怎麼樣 那這裡頭也提到 剛才你們有提到的 就是包括有權利當局 他對於所謂這個事情的想像是什麼 以至於他開始先退圈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又拉回到我之前在工作的環境裡頭 我自己的聯想 我自己的串連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會需要越來越謹慎 因為很簡單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你不謹慎 你就會被告誡 你被告誡久了 你就沒辦法升職 那就很現實吧 因為在那個圈裡頭 它就是一組一組的嘛 那你每一組都要拼業績嘛 你就是要做得好嘛 那如果你一直被觀眾投訴的話 那當然不行 所以到最後的方式 就是大家會越來越安全 大家會越來越內縮 基本上來講就是沒有事發生的 就是最好的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相互 一個蠻有意思的一個影響 那我不曉得對莫言來說 當他得到了諾貝爾這個光環之後 會不會也影響了他 等等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它其實還蠻人性的 內在的問題存在 我想說的是 我在看這個文化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感情是沒有的 尤其是在看後 我反而覺得 剛剛有講一句話說 有很多藝術的藝術的藝術 但他能夠接觸的事情 他能夠接觸的事情 他能夠接觸的事情 他能夠接觸的 在一定程度的方式出來創作 而且我覺得這段話的藝術 其實都站在 政府的遵守 還是不能講的 其實我覺得它更多 站在說 很多政府 政府的遵守 政府的遵守 他們他們在 會去一些事實中下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沒有洋製的一些經濟 在藝術 在歪去一些事實中下 但是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是文化的人 我覺得事實中 它在心裡上 我在這時 還是 是有一個人上去 非非進來 在文化上 他們是一直分辨 所以我們要看清 媒介的區別 心門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我原來在 在文化上 還是有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特例 是 新加坡 去年有一個 叫 《清國略》 談天定的 它是一個紀錄片 然後 因為被寄定在紀錄片 然後是 新加坡眾部在 再說 紀錄片 是 是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 但是 眾部所在的 立場 是覺得 新加坡眾部 是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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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以這樣的一個 政府所在的 一個 所以我 能不能像你 你覺得新聞是一個創作嗎 現在的新聞還是以前的新聞 就是 我覺得 只要你抓著那字 你開始寫第一個字的時候 它是你兩個心話 能不能放 你選擇的那個文字 包括那個閱讀的人 這個關係不是這麼單一的 所以新聞的所謂的 objectivity 客觀性 是我常覺得是不存在的 所以 這個真相可能需要多種 多個不同的新聞的問題 對 出現了建構出來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變成 喔 閱讀者 他必須也有一定的責任 你要懂得閱讀 你要懂得自己分析 但是最後呢 你怎麼決定呢 回到你個人的價值觀 所以你個人的價值觀 你的政治觀 我還是回到你世界觀的民眾觀 你決定 這件事情 所謂的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 這就是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不是在一個 那種簡單的 正法世界的一個 現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 這個工作 這個審查 或者這個審查 很多時候呢 它真的涉及了 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我把你的東西給打掉 其實它涉及了 我們怎麼看 背叹 還有我們怎麼去評論 決定 跟靠邊 這整個過程其實是蠻複雜的 那麼我其實非常 贊成他們兩個 談到的一個水果 我覺得我們也 我們這世界在這 這一百多年來 慢慢建構出一個非常 很大的一個環境 而這個環境建構到我們 已經不太來自它的時候 我們人在這個環境裡 都是越顯得越來越水流 我們甚至創造出我們 不太明白的一個空間 然後大家都 我埋進門的空間 有許溫子 許是那個 許是那個 所以其實我們 創造出一個我們在裡頭 一直被它衝擊的一個空間 跟它那個 在一邊走動 我覺得我們人真的是 正在一個很可怕的 一個非常脆弱的狀況 所以我想回到自身 那變成奴行重要 對自己的了解 這個 再加上這幾千年來 我們對自己的了解 其實都還不夠 我覺得那是另外的交集 越來越複雜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做創作者 很多時候 教授寶坤那時候 來做一個作品 我們做那個作品 我們常常說 這東西喔 出得去嗎 必然的啦 必然 沒有啦 我剛才我也是想的 我其實挺同意 輕量講這個 關於事實增強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從 我當然我覺得 當然莫言這段話 確實是可以從 至少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在看 因為他 他 對 大家知道我在講那兩個角度吧 就是好像 好像 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我很 很 至少是十歲以前 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以為 某一個東西是事實增強 就是我們小學的時候 要被小學生守著 熱愛祖國 熱愛人民 熱愛中國共產黨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共產黨是等於 政府等於國家 這在很長一段時間下 那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真的 但是 你在看 比如說 北韓 當然我們也是從不同的其他的新聞管道去瞭解他 但是 他們呢 裡面的人也是通過不同的新聞管道來瞭解外面 比如說他們會覺得說外面的世界是不是過得比他們還不負 所以我覺得莫言這段話其實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然後我也同意盡量想說當你居膝壁 他就很個人 同樣的 甚至我覺得當你一開口就很個人 讓我想起口述歷史 就是說你去訪問一個經歷過 南京大屠殺的一個人 他講的就一定是歷史嗎 他只是在講他個人的記憶 對 甚至不是個人的經驗 只是個人的記憶 而這個記憶可能都經過他某一種 裡面的一個處理之後最後說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你要再去訪問另外一個人 可能他講的東西就跟他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可能有某些重疊的部分 但是可能是可以有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你得聽多少個人說 你才能夠逐漸拼湊起一些你自己選擇去相信的一些所謂事實真相 所以這個事實真相是永遠拼湊不出來的 就算是 剛才素海講的說石頭是硬的水是濕的 如果我們再到了 清朗剛才講在這個宇宙觀的這個角度 看石頭真的是硬的水真的是濕的嗎 我覺得也不一定 嗯 因為他是在一個 他要告訴他石頭 要搶在一個觀念給你 是水是濕的石頭是軟的這個 所以他才說 那我要忠於自己的感受 嗯 其實我也想提這麼一個問題 就好像 在末延的時代 或在以前的時代說 可以忠於自己的感受 所以就已經是一個突破一個方向 就是以我們現在的目光來看 或者從世界的眼光來看 好像那個是 是突破的 就好像剛剛那段話 我們也 也 也不能完全認為 這樣 所以好像你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當你們覺得是 如果這個社會的房價 當下的房價的時候 你們都會 比如說 我先突破的是一個小的社會房價 還是我的房價 其實是一個世界到位的 就是一個當下的全世界到位的情景 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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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說,身為創作者,我們怎麼看待這個? 我可以先反應,剛才新國類的東西嗎? 因為他剛才也剛巧講過,然後我再順便提一個東西,等於軍藥大調 我覺得歷史的東西在西亞國,我們這個時候 當時證實這個時候,剛好我們就是要講所謂的建國的說明 不尤其不來 所謂的個人的記憶,常常也是帶有色彩的 旅蘭會的拉園說過,當你一開始記得的時候 其實也是往今的過程 然後你在記另外一次的時候 其實你在填補自己個人的色彩進去 所以那個東西是被放大 所以個人的記憶也不可靠 說真的,因為你只要記比較記憶的東西 其實在過程當中,你忘記了很多 所以新國鏈的問題就在於 因為他這裡有很多個人的記憶 但是我想官方,他又無法接受這個個人的記憶 被放在一個大眾媒體裡頭 所以你看到他的空間的那個東西 所以他也就是說,如果這是你個人記憶,我關你啊 你可以繼續有個人的記憶 當你把它放在一個大眾媒體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電影的時候 也就是說個人的記憶進入了公共空間 當你進入公共空間,我們就有這個公共空間的問題 當然,當一個政府覺得 他可以決定公共空間的路數的話 他就會允許這樣的個人的記憶 所以這最後,當我們談到審查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談到我們所有人和物理之間 到底是屬於什麼 他裡頭的運作應該是很難的 第二,我的對於素海剛才所提的那個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做一個創作者 我想我的第一個觀是我跟我的周遭的人 跟我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有些時候我做的東西是 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是不是去到別的地方它有影響力 還是它只是關於我自己的 那麼創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 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身邊的那些創作者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一直刺激著你 讓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這麼的單向 所以當然我做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做關於恐怖分子的事件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純粹的 因為911的事件 那我覺得很郁悶 那個過程 所以你就要做 因為你一直在想這個東西 你覺得很郁悶 你不做點東西 你會覺得會爹死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OK 好好好 你去找一群朋友 你是這樣的創作者 但是你沒有想過 或者說 不要去想那麼遠 先把能夠做的事情給做 我覺得那個過程就在這裡 那麼你在想到更遠的話 那你想到的就是 其實像他剛才所描述的過程 你在做創作都已經這麼多障礙了 你根本要講 拿出去的過程 先解決你創作裡面的障礙先 其實有趣的創作障礙 就好像一個社會的想說 他其實一直在準備著 怎麼去面對萬一 這就是 有 沒有沒有 你先來 不好意思 在體驗的時候 因為聯想很多別的事情 所以常常回答問題都會 東拉西城會越扯越遠 我自己也太知道 我剛才在想什麼 因為剛才在聽的時候 就開始閃過別的事情 可是我現在又跑掉了 等一下再做我聊一下 那我先聊聊 我一直講這個公共空間 也讓我想到這個審查這個東西 我覺得審查 我們的理解就是說 你要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可以 不可以 或者要怎麼改可以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另外一層關係 特別是在新加坡 就是說你要演 我要不要給你錢 或者要不要給你空間 你說 對 因為這個互相依存的關係 也是某種審查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要不要有排練場 你要不要有演出地方 你要不要有資金繼續運作下去 不一定是政府 可能也跟我們前面講的市場的關係 所以這個其實 好像這些東西在干涉這個公共空間 那這個審查 很有趣的是一個 也許從官方的某個角度來看 他一直把藝術創作 至少在某個時期 一直把藝術創作的藝術家 當作是他的假想敵 就是覺得他們在做這些東西 是不是在會在影響整個整個社會 對整個社會 或者是在會引起某些問題 這個東西是很有趣 可是我不覺得說 我不覺得有很多藝術家 會反過來 會把社會或者把政府 都自己的假想 我覺得這個關係其實是 其實其實是挺有趣的 而這個公共空間 因為當很多時候 資源是掌握在官方的手裡的時候 他會 也許會覺得說 這個公共空間是 是 是 他們提供的 而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種 很有趣的關係 就是說 哇,我比你前作機做麼難碼我 嗯,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 好像剛剛講到這個公共空間 就讓我想到說 NO,不是你給我錢 這個錢不是大家的 或者這個空間不是本來是大家的 如果它是一個公共空間 我就是本來就在這裡 就是由我的權力去發抖 我的意思 我起碼講到這個東西 讓我想到這些 怎麼樣,你想到你也要想到吧 我想到一個別的事情 然後又回來 我們應該是隨意吧 反正隨意吧 反正隨意吧 因為剛才其實也是從你們延伸出來想的 因為我的確也覺得 以前有時候會跟朋友開玩笑 就是說在看劇場歷史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編劇,作為劇作家去撿便宜 為什麼? 因為它的文字留下來 然後所有的導演跟演員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唯一的記憶就是文字 所以文字好像變成了有某種力量 那或者就是說 當你一下飛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附帶了某種責任 因為你的聲音會一直流傳下去 當然現在因為隨著時代的改變 現在可以錄影 可以拍攝等等 那又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 某個成本來講 我回到一下 然後又回來之後 我是個人 我其實是相信有所謂的事實真相存在 就是說所謂的客觀這件事情 我還是相信的 就是因為當這個不存在的時候 它會變得很主觀 所以很主觀的時候 就會變成誰講誰贏 就是說了算 那就會變成 最後它就會導致上說 誰就有權利的人 誰說了算 而我比較會傾向認為說 它的確有一個客觀的 所謂的事實真相存在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可能必須要藉由多方面 像剛才大家所提的 去拼湊去了解 比如說我可能在台灣 台北工作 因為台灣有藍綠的政黨 然後不同政黨也有不同的媒體的一個控制 所以你會從同一個新聞 在兩份 不管是藍派或是綠派 會讀到很不一樣 明明同一段新聞 用的文字一不一樣 你會覺得一個是大袋 一個是笑這種 就是說文字可以 是吧 就是說 明明就是同一張照片 它可能搞不好 那個總統就是 只是沒有表情而已 可是另外一張 他就是說 臉色沉重 那你覺得 哇 好沉重 可是你也覺得另外一個文字 它若無其事 那你覺得 所以文字它很有意思 它忽然間變成了某種操控人心的東西 好 那為什麼提這個我也不曉得 沒有關係 但我先回來 哈哈 那些說作者有時候就是這樣 亂拍 然後一張收縮回來 那我再回來跟你說的 其實我覺得作為創作者 很多時候坦白講 一開始出發的都是從自己開始 就不是說我要關懷大 所以沒有問題 很抱歉沒有 我覺得是從自己的一個關懷開始 從自己所感觸所感動所經歷過 從小時候到現在 我自己一個被撞擊的東西開始 然後以至於從這個撞擊開始之後 呃 無可否認 作為一個創作者 我 呃 沒有讓我享受說 我做完了 然後我就自己很爽很陶醉 那個我比較沒辦法享受 因為那個會讓我覺得有點自密 那我就會開始想 那既然 這個雖然是從我自己很個人的關懷開始 可是我希望可以跟觀眾交往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找到一個藝術形式去承載它 而這個藝術形式 它就需要一定的美學 需要一定的一個形式技巧去傳達 那這個東西就會開始變成是我很重要 我對我來講很重要 也是我很關心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那個所謂的 不管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質疑還是什麼 它怎麼樣透過這樣的一個架構裡頭 去跟你們 跟觀眾 產生對話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就是 更是我在意的 那因為 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的教育才會有可能 不然的話 就等於是我過來 我來演一下 我告訴他 好慘啊 馬來西亞怎麼樣的 我就走了 然後你們演一下 喔 馬來西亞都怎麼樣的 那這個好像也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說很多時候 很多 欸 不好意思 看了什麼 你看了 那就還可以提一下 就是說 很多時候 看 不管 我這一次說 很多時候 很多標籤是我們外在鼓的 但其實 要把這個東西拿掉 那其實 才會知道說 欸 這裡頭他真正想說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候很容易 會被一下子 會被很聰動的標籤所吸引 比如說我這樣講 灰叫 大家就 喔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明顯 會很容易吸引目光的標籤嘛 但其實有時候 真的這樣講的問題是 我沒有看過星果鏈 我在猜也有部分可能是這樣 因為他可能剛好碰出了某一個 很敏感的標籤 以至於這個敏感的標籤很容易會吸引目光 我們就會忘了實際上 這個創作者想要說的話是什麼 那有時候我們只是 借用這個東西去達到另外一個附近 希望透過這個窗口 去說一個真正想說的話 而搞不好 那個其實才是真正更重要 而不是一個外在我們所服務的標籤說 你是怎麼樣 你是怎麼樣 那很多時候 我覺得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我自己 創作者有種很容易 要被這個錢標籤帶著 那我通常是先提起自己 然後用這種方式再跟觀眾交易 我們真正想說的 並不是這個外在 而是更裏頭的一些可能性 因為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會潛到我們的處境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在台灣 或者是新加國人 或者是馬來西亞跟新加坡之間的 一種很有意思的一個關係 等等 我覺得那個是 這是我們想去看 回答完 我也是不能腦袋進來 因為我剛才想到我們很久以前做過一個新加坡的期望 因為我記得 其實也很像有些人像有死亡的記者 是根據一些社會事件 然後有一段時間 新加坡核 付出很多事件 喔 有一段時間他付出很多事件 然後那時候 人呢 蛤 人呢 是人的 就像前陣子 就是突然間有好幾個老人家 在連續幾天就突然間有他們的那個 可能有事件 所以那時候就出現很多屍體 那麼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定了一個期 所以一定要做給人出 所以沒有法子 就在 那時候因為我們剛剛整個劇團經歷了一些事件 大家的士氣非常的低落 然後就出現了這個屍體的事件 然後我們又看到很多人就有 就關於 同時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爸爸他燒房子啊 把他的家人也燒起這樣子 他們說 哎呀不懂怎麼辦 就把這幾個事情 來講出人在一種狀態底下 他會怎麼樣啦 他到底在低落的時候 人在低落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那個戲呢 就為了自己感覺好一點 就叫希望 那感覺好像很特別 所以我們真的就寫了 排了之後呢 放上去給觀眾看的時候呢 我那天我記得就是交流會嘛 觀眾就真的是看著整個東西 然後就跟我說 跟我們說說 你們又在批判社會 我那時候就有點困惑說 沒有啦我真的是 因為我們這幾個人 現在人的狀態比較低迷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的是 人在低迷的時候 他會做點什麼 他可以怎麼通過 但是那個觀眾 帶著某一種眼光跟標籤 來看這個團 他就給予了這個團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時候我是很在意的 很多年後我現在不太在意 因為我突然間覺得 其實坦白講 當我們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說我們有多民主的過程 其實也是非常獨斷的 最後還是有個獨斷的過程 因為它是個創作嘛 它是個人化的 後來你發現其實 最民主的過程 應該是觀眾 因為它的簡直 完全是多元的 你無法主宰 那些知識錯誤 那時候我們發現 你這個獨斷的那個成品 被一個民主的過程 來去解讀它 欣賞它 看待它 那感覺蠻好的 所以我就常覺得 這就是那個樂趣 這就是那個樂趣 就是 因為昨天有太陽死亡祭祀 我沒有想起這個 才開來開 我其實想要 剛剛講的話 可能這樣聽了你的意見 我就覺得說 創作者當然是應該中文自我 所以那個 就是它有沒有世界價值 其實是關注來 去 那你為什麼 有沒有一個世界型的價值 普世價 其實 它還是關注來去 就是 我覺得創作者 就是應該要中文自我 從自己出發 反倒是我覺得 好笑 我就可以看了去 那樣的作品 可能就是 看上去其實 它是 它的體財 可能是 馬來西亞的社會環境 所以它個人關注的東西 可是 我覺得它是很有價值的 就是很有 不論是在任何地方上面 可能是 因為它的特殊性 它的 在特殊社會的特殊 就是 保護 這種 小的地方 反倒是 越 越 越 特別 嗯 結果它的 那個 在觀眾的一個 文明的那個 股市 加益 很好 就是 我覺得 它還有 需要講 關於 一個創作者 它可以 把握這個 那最後 它的 整個東西 能夠讓觀眾 都要想像 很多時候就在 它的 那個 架子 這個 靈靈的運作 最長的空間 你通過人 把它放在 平台上 然後如果 你在那個平台上 觀眾朋友在看的時候 突然間就發現 它跟 它有兩個空間的存在 一個是 世界的 舞台上的空間 另外一個是 一個人的想像空間 如果 我覺得那個美學空間其實 但裡面的美學 其實就是把這個 現實空間 帶你進入一個 想像空間 這個想像空間 跟你記憶有關係 跟你什麼東西都有關係 然後呢 當然你可以 它能夠支持住 這樣一個大的 巨大的 空間的話 它的可能 它能夠補斥價值 它能夠打開那個關係 就更大 就是說我們的心想的 那種感覺 就更大 所以最終還要 考驗這個作品 本身 能不能夠 有這樣的一種 創造 開放性 開放性 創造力 我覺得常常就帶有 開放性 而且這個創造力 要影響到 一種創造力 而這是 它的這個 非常複雜的一個 無法說明的東西 所以 因為 人家裡講的那個 Aura 你會想覺得 就是講的一種過程 好 好 我想問一個 就是今天正愛 終於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講到審查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是 藝術工作者必須要負責 他們如果自治審查的話 就是說 因為藝術工作者必須負出責任 所以但是可能 我最近想問 就是最近在 可能在文學界也好 自己人其實很多人 談到文學文理的問題 就是說可能在 你們覺得 劇場科技藝術 有一個文理的問題 說就是你們 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必須要 自己一定的 設備責任 例如說 最近我聽到一個例子 是他有人談論 就是 他談到 就是他作品裡面 談到 坎脫的事情 所以他批評的制度 但是他不會直接去 了解坎脫的行為 但是在 落在一些 某些 剛好就是 有人說 如果莫言來寫這一關的話 可能他會 談到過程 就描寫的 非常的顯性 很暴力 但是就是 有些人就覺得 這個其實就觸碰到 一個文學文理的問題了 就是你們覺得 在劇場的話 有沒有這樣子一個文理的問題 就是說你們可以 在某一種程度上 雖然你們可能是 就是有些人覺得 你可以付出一點責任 或者是有些東西 你們是不會去觸碰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你們也覺得這樣子做 或者是會對觀眾還是什麼 對其他其實是 會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 會想到這一層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關於新加坡的 多數設計 其實支持的是 不要審查 而是要有管制 就是規定那些 所以你們 是怎麼看待 就是 是不是 不要審查 要管制 是不是 只是一個暫時性的策略 還是是說 長期下去這個事情 就是一個 好的一個 再問你們一件 謝謝 好 你要先回到 我什麼事情 第一個什麼 倫理 不要審查 倫理跟不要審查 你要管制 這個是一個政策 是嗎 我個人是沒有 倫理 倫理道德觀 我是沒有 沒有 我沒什麼道德的 我剛才有問一個問題 是因為 可能性量的機會 是比較多 是跟社區有直接的關係 我還問你 但是我剛才那小姐也提到 就是說 你真的要把戲都要帶出 就是那個 不只是在劇場裡面 而是在一個 不在空間 又在空間 這樣 剛才你提到 陽台還是什麼表演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些 呼吸來什麼 可不可以先補一個東西 然後 可以想一下 因為你剛才提到倫理 我就想到 有一陣子 看過一個演出 是邀請一個 吸毒的青少年 出來演戲 真的知道 那 蠻有意思的 當然 這裡頭也見到倫理 就是說 你叫一群 曾經 吸毒的一些青少年 然後他可能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出來講出他們的故事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太挑釁 這裡頭會不會有 觸犯了一些頂線 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 我自己的看法 比較像是 回縮去看回 為什麼要做這個製作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 他最後他想要 企圖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跟他背後企圖做的是什麼 這裡頭如果我再扯眼一點的話 就像我們看一些 香港電影 或者是一些 歐美的一些 比較藝術片的一些類似的一些電影 比如說 拉風斯蒂爾 一個丹麥導演 拉風斯蒂爾 他電影很暴力 然後香港電影很多也很暴力 可是為什麼層次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裡頭就有差別了 比如說 同樣都是很暴力很學習 可是為什麼最後達到的層次是不同 那就是牽涉到重重的本身 最後他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一種可能他只是要吃地點的感官 他就是要讓你覺得 哇哇又邪哇又強哇 然後他就爽 所以他就會往 所以我會看到很多現在很多的 有的電影 越往這種很感官的東西去發展 可是另外一種他可能並不是想要 比如說我看過那個麥克爾漢克 他早期那一套電影 叫 Games FUNNY GAMES 什麼 FUNNY GAMES 啊 很早 大概是你家拍的電影 就是暴力一點點不多 他只是讓你突然間 心理上的暴力 對對對 那這種東西就會看到一個 創作者背後 他很強大的美學觀跟價值觀在運作 那變成說他所承認的暴力就不會是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那個要企圖達到目標 跟那個背後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他就會影響那個層次之間的差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我們要分析 就是Moralist and Actors 是有不一樣的 因為常常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例如是新加坡文化 當中的文語 什麼意思道德 我覺得常常把它放在一起 簡單來說我個人個人創作 所以我必須我作為那種 大家可以說我們在做的創作 或者我說我做的創作 我第一衝擊的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文化 我自己做這個過程當中 第二層 我接觸的人就是跟我創作的人 如果創作的人自己都過不了那個觀 做不了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再去做這件事情 就變成ethical 對不對 你是在強迫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做完的時候 我是把他們那種是我的狀態 展現給別人 讓別人把它當成一個展品來看 這就有ethical 簡單來說我們就這樣來看 這樣一個創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任何一個創作的人 永遠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你要實施它還是不要支持它 那麼這個就要跟 比如說如果我的創作的人 願意跟我們一起走向這個道路的時候 那至少這個環節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環節就是你再把它帶到你的觀眾 那我覺得第二個環節就回到 剛才他講的那個 你作為創作者的自己的手段 方法還有意圖 你要把握好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當你真的是做得不好的話 我還是覺得你必須承認你做得不好 你不可以用前面的那些 很聽起來是黑暗彷徨的那種理由來說 我覺得有一個創作的一個劍制本 我覺得任何的自由附帶你必須帶來的責任 而你的責任就是把這件事情給做好 做不好那你要實在都會做不好 那以後你再怎麼把它做好 當我們社區工作的時候 你要定交在你版的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為社區而做呢 還是為社區以外的人要做 如果你做這樣好像跟何止那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計畫真是很特別 那個創作的那個人其實有花了很多心 其實是阿育亞的學生 以前的阿育亞的學生 他身在奧運之中 那麼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也一直在針對自己這個 這個作品最後放給觀眾愛 到底有什麼意義 對這群人來講那個時候 做這個過程是重要的 可是最後這群人會覺得 我花了這麼多精神 我覺得我要把我的故事給別人看 至少在這個層面上 這個表演者 他自己覺得我沒有問題的時候 他展現給別人 他覺得我需要讓別人看 別人看的話 那別人怎麼接收 這就無法再去控制 如果他的手段 他的藝術表達方法更強烈的話 別人可能可以超越 這樣的一種這種 他們個人道德觀的那個框架的話 哇 那就厲害了 為你打開了他們 所以我覺得Active跟這個Moral 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Moral是很個人的 你完全的我道德觀是這樣子 你可以這樣做 那其實很難談的 沒有東西可以談的 因為這是我道德觀 這裡的道德觀 我無法跟你在這個平台裡頭 這樣子談 你完全是我的道德觀 然後 那你現在講什麼 管制 管制 審查跟管制 審查跟管制 老問題 老問題 但是你 最近我們才發現 如果我剛剛先早上才幫你 其實我們最近才發現 原來 Generating 也有 所謂Generating 是誰都可以看 小孩子都可以看 Generating 不一定是說 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公演 他甚至也可以跟你說 Generating 可以必須再適合 因為不可以讓我 我真的有點困惑 我真的是 基於一個小腦袋 無法 無法寫出這樣的一個 那麼Rating 幹嘛 因為Rating的意義 是要做Revelation 那Revelation的意義 簡單的就是說 讓觀眾有機會選擇 或者他可以有足夠的訊息 來確定 我要看X發的嗎 我還是要看什麼 但是 Regulation跟Sensitian一樣 我們大家一直以為 Regulation的話 就表示說 你們現在看的 全部的成品 是一刀不剪的 是錯的 大部分有解破的 我們上一次做的那個大台集 它一定要Advisory 而且還緊要很多東西 剪掉那個頭領 它剪掉頭領 而且頭領是哪裡來的呢 是報章來的 他說這個報章會引起別人的那個困惑 我心裡想 以後我覺得賣攤的都要包起來 對 沒看到那個標題 你完全給他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我是覺得 這裡有官方的怎麼去表述 所謂的Sensorship 因為現在官方的表述是說 There is no censorship in Singapore 是啊 是啊 這是他們的 We are not censorship We are regulating 其實 簡單的一句話是放屁的 這是最近的嗎 他們說的這句話 已經說了大概有六年了吧 六年 六年 所以一直說是 The censorship is no censorship Only regulate 抱歉 我個人的角度是 所以是有神社群的 所以是有神社群的 要不然新國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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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議員了 只是很厲害 現在同樣然後我們又回到語言了 現在是說話全的問題 你怎麼說話 所以他在說的是 可以看啊 只是不可以公開場面看啊 你們試試試安排啊 可是不要讓我知道啊 不要做公開的宣傳 你可以試試看 可是 他現在放在那個網上的時候呢 他說你不可以打進來 對不對 所以 語言 我常覺得說話全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在談的東西 嗯 誰到底有什麼樣的說法權 在這個過程當中 誰在掌握什麼說法權 其實我剛才想到的東西不見 不要看 我一直在討論那個 審查的那個職務 我想問問你們 身為藝術創作者 你們的妥協職務在哪 就是到某個地方 到某個程度說 不能夠再妥協一下 就互贏 然後去打發 打 清亮的那個 Drip and Drip 在年輕年的時候 本來應該是在 公開的演出 對不對 對不對 後奔 然後過後他們說不行 然後他們就跟你妥協說 那不然我們要搭配一下 然後過後呢 又在substation 又演 然後過後再贏了 但是過後都是在室內 那 你覺得 這樣子 是 好像 你出現話講 我都可以要 對嗎 不要緊 有這麼一點點的話也好 毫不沒有演出 還是你覺得 你這 你這齣戲的本質已經 受損了 不過你還是質疑說 我還是要演下去 所以這方面的話 就 就 剛才小玉所說的那個 藝術創作者 人生的掙扎 對嗎 所以 在這方面 你們的妥協尺碼在哪裏 到了我們製作所 不能了 不能夠了 演了 不能就是不演嘛 對不對 你生活 你背後的話有 有錢財啊 有人力啊 你不能不說不演 就不演 所以這方面的話 作為一個 藝術創作者的話 我想聽聽你們 我們的底線 你們的底線 所以這方面 你也要負責任嗎 你就是對當中的負責任 你對你的 你的夥伴 你的合夥都要負責任 就 你們最近開入這件事情吧 因為 幾乎都拿不到 那個來源診證 那麼三天後 就要開入 尤其是我們 二十五週年的開入 我們內部在談的時候 我沒有說過 我會討論就是說 那句舞沒有戲 開幕沒有戲 然後怎麼辦呢 過不了紀念關 開幕啊 甚至說 有請院長 就是有吳藝圈來 跟大家跳機 有請院長 教大家跳機 我覺得如果 這個東西牽涉到 比如說 跟法律的關係的話 我覺得跟法律的關係 其實很簡單 有些時候是蠻簡單的 它不給你license 你想解就不發 除非你剪掉 現在我們推到一個劇集手的問題 他才在最後 那個關牆的時候 也出現了三天五人敗 才跟你說 這個東西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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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辦 我覺得 當你走到那個部分的時候 有點是 是 你必須做得很難 有些時候我們會說 好 我們做 但是我們要 從劇場的方法跟技巧 我們要 我們就要 暴露 剩裏的一個 創作過程 的東西 放在你的創作裡頭 作為是一種的 我會叫做 十分之手的練習 我可以去公佈一個 十分之手的練習 十分之手的練習 你是判意嗎 抗爭 抗爭 你這種練習 不是抗爭 這是完全從甘地的角度 他講過四分之手的練習 所以這次的四分 我不是抗爭 我只是 接受你這個東西 我只是做一個方法 把它提出來 做一個 公民的一個 一個 不守則的一個過程 所以 有些時候我們就 運用這樣的一個技巧 坦白講 坦白講 坦久 它不是一個 好的技巧 當然它可以是個 磨捏你的 創意的一個過程 然後它是磨捏你的創意 我覺得有些時候是好的 在那個角度裡 但是 從一個經營一個角度 經營一個劇團 在有一個劇團裡 這裡放了這麼多人力跟才藝 還有跟觀眾 我一直覺得我為什麼要讓觀眾 因為我的戲不滿意 所讓他們生氣呢 我覺得也不太好 我沒有必要把我自己 面對的那種負面的那種 一些所謂那種負面的那種 氣場 把它轉為給觀眾 我們要把它怎麼變成一個 餐廳的過程 對我來講是重要 因為劇場 它可以提出問題 可是最後 你必須覺得 當你走的時候 這個劇場的時候 你有一個力量 或者你會覺得 There is hope In some way 它必須有一種希望 這個希望 多危險 都是一個最重要的希望 所以 我覺得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 演成醫師說 我們就完全那個戲 我們就不要演 兩個禮拜後 像掙扎這樣子 翻出一個新的戲 我們就不演 所以那個戲 我們也就 凍結 冷藏 前陣子我們還在談 如果包括這次演 真的是無法演的話 我們是要把這幾個冷藏的戲 放在那個 奧美公園的一起 因為剛才講到那個 說 那個負面的情緒在有關中 可是觀眾 你會不會覺得 觀眾 要知道 他本來要看到的戲 他本來要看到的 跟他現在看到的東西 都不一樣 有些時候 不得不這樣子 好像上次的話 在裡面 整個戲是這麼密 然後說第一場 很多問題 整個第一場很沒有演 觀眾看得出來 然後 投影嗎 沒有投影啊 怎麼辦 所以觀眾是看得出 What is missing 其實就好像 有時候我們看電影 對不對 你看看 你知道 你知道 那你怎麼去處理呢 有些觀眾 就會在那邊 在那邊有大麻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跟觀眾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雖然它也是個審查 但是它也是 你跟觀眾的一個關係 在這個體濟事態裡頭 它的確是有一種關係 OK 那你要同時的交易 那太多的關係 那麼我覺得那個關係是 我買票 我來看電影 我真的很真誠地想看到 你可以做出什麼東西來 那麼這個過程當中 當別人減掉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 那麼誰來負責 那些人的陣頭要連帶的 經濟的那個虧損 他們不會啊 我覺得問這句話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覺得問創作者有沒有底線 其實有時候坦白講 不管創作怎麼說 可能都是最後是無效的 就等於問墨洋好了 你的底線在哪 他可能會寫出 一遍很漂亮的文字 告訴你 它的底線是多這麼的慷慨誠實 那等到他真的碰到 你知道原來底線在這 所以我比較是覺得 像剛才從小儀提到 她過去的一些事情 還有青亮提到的很多故事 包括自己的經歷 我自己在馬上聯想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不管是藝術創作者 或者是政策 或者是 因為我們昨天也剛好去了 新加坡賭場看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 新加坡賭場也有一個 所謂的負責任博彩的政策 跟澳門賭場一樣 那我就想到了一個詞彙很簡單 就是我也許作為一個 我們自己 要變清楚什麼是玩假的 什麼是玩真的 很多時候是透過玩假 來表示你玩真 有時候是真的是玩真 我覺得有時候創作也是這樣 他有玩假跟玩真 那我覺得要認清楚這個面向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更碰住核心去談那些事情 你還去啦 我都還沒去過 我也沒去過 因為我們去沒有錢 沒有給一百塊 當然沒錢就是要賺外國人的錢 但是一樣賭場也會有審查 進去還要交包包 水壺都不能帶 水壺都要自己帶進去 因為他要你買那邊的水 哈哈哈哈 對 好 好啦 好 完成任務嗎 好 是 我要去 對 對 因為留下春藥小朋友演出 對 所以要讓我們去休息一下 對 那麼我這裡稍段幾個好幾個事情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們 因為你們來港市面的密碼票 有158些枕頭 是 F1 Chinese Theater Festival 42 所以就在裡面的人 有這個 欸 打出來的 那麼 所以這個有效期遲到 下星期一番 下星期天啊 很忙 星期六 十八 那麼 所以你只要去試試試購買 那邊你買我 你看 我給你拍張照 小手一空 哈哈 拍照 這個拍照 拍照 小手一空 小手一空 那麼 然後呢 再次謝謝 下星期五人 給這次的支持 那麼 然後呢 希望能夠再 大家 也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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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